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基隆气象战资料 山土耳台风10月3号的雨量创下基隆史上第一记录 各区雨量可观 谢国良市长在2号深夜前往勘察东信路土石流灾害之外 持续马不停蹄在市区各处会刊 画面上是中正区土石进入地下室 民政处紧急调集其他区的防水挡板送来支援 原来在工程中买到四国家里的约翰馅 用策略在它的专寨 , 进入地下海中不是个资料格的 机器 增加人权动物 又不断 松车马不停 栋梯码 调集中称是符本的 松车马不停簽次 环麦是庄马不停啊 这位置别人在一身的 中间浅 Gram 高很多水事 국约非常高三国家里面 五十四个人的市场 這邊是水袋,但是勾群這邊來講的話 剛剛那個淹多高? 小水度吧,剛剛到這邊的淹河度,很快就到小水度 另外市長謝國良來到位土地蛙地區的三空火車站 也關心南融河水位,積極處理基隆邊坡崩塌跟激淹水等災情 市長謝國良整合全市的力量,一起跟市民來守護家園 記者黃志生,陳淑萍,基隆報導 六層樓高的山壁,土石不斷宣洩而下,大雨持續的下,邊坡似乎很不平靜 一輛小轎車剛好經過,眼前這一大片泥流,只能掉頭加速離開 而這輛客運加速通過,駕駛還是心有遺跡 剛剛才發現 剛剛才發現 對,剛剛才發現 現場的狀況大概它是一個六層樓高的一個當土塞尾,持續崩落的情形 那泥漿也隨著好雨不斷的沖刷攤塌 那隨著雨也持續在崩落,那會有危險的情形 所以這條路是對我們壯觀裡的居民啊,是一條非常重要的道路 那後續帶道路單位來做道路的搶通,以及後續要求地主 地主做道路,邊坡改善的事 這一條路是對我們壯觀裡的居民啊,是一條非常重要的道路 現在如果壯觀的話,希望市政府可以盡快幫它搶通 那如果在這過程無法,因為風雨還蠻大的 如果過程無法就是立即搶通的話,那希望能把它封起來 由於山地土石鬆動,持續滑落 基隆市場謝國良下午到現場勘災 我們今天的降雨量已經上調到有超過500毫米 這個對基隆來說的負擔量是非常大的 而且強任台灣的氣象團隊都一直提醒我們 只要超過350毫米以上,就可能會有土石流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陸市在仁寺路、仁厄路、條河街、東信路等等 現在都有土石流的情況 所以還請民眾要多加注意 那這個第一,有什麼狀況隨時要跟我們聯繫 那我們也會盡快的處理 我本人有機會我也會過來看 颱風帶來好雨 金融的雨量上收到500毫米 就怕土石災情供發生 民眾千萬不能夠釣以清新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 山陀的颱風,俠帶好大雨,清晰基隆 從許多地方都傳出雞淹水以及土石泥流的情況 其中在仁愛區的市路民宅傳出土石崩落 機動市議會議長同志委和市議員鄭文廷 也立刻和當地博外旅長邱三元到現場堪災慰問 我想不要投投一投一角 因為這邊是校將店 就是過去跟廖房周邊 然後這邊過去是一個山坡 然後後面可能就是國產署的土地 因為過去常常在國產署的土地 跟市政府之間做一些拉扯 大家用公文往返,往返,往返 然後我們要不要複草 要不要怎麼樣維護什麼的 我覺得太多的繁索程序 讓民眾其實也鋪滿了很久 其實早就應該把這個東西做完 但是來做一些防護電波的一些防護工程 但是沒有,因為就是土地持有 到底是誰,到底是誰,很多問題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政府來重視 市政府應該跳出來繼續解決這個問題 應該預防性的撤離要做整排 因為它不是只有兩步 今天剛好這一步掉下來 讓民眾非常的擔心 那其他會有非常的擔憂 我想應該巨公所應該做一些更綿密的處理 就是說預防性的把整排的民眾 都做一些安置跟撤離 會對大家的安全會比較好 另外在仁惡路119項也同樣發生 民宅旁土石崩落的情況 議長通知委和市議員鄭文廷 也一起趕到現場勘災關心 我們明天剛好議會有派預備會 所以我們可以來提案要求市政府 重新檢視全市各區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房子 都在山坡上 因為我們金融就是地匣人寵 所以應該全面檢視各區 各區公所應該來檢視一下 整個邊坡的一些安全保護的措施 有沒有做好 像現在的雨量都比以前還大 所以如果你沒有重新做檢測 確實會有可能會有一些危險 議長通知委表示 市議會即將召開預備會議 將會針對山陀兒颱風的災害搶救 以及復救和未來預防減少颱風災害的各項問題 請市政府提出報告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加強房台工作 安樂區公所已經在容易積淹水的地點 加裝這種新型的防水擋板 民眾都很肯定 不錯很好用 減少那個水冠進去裡面 這種便利移動的新型防水擋板 是由水利署 地石和川芬署 提供700多片給基隆市政府使用 市府已經指示各區公所 針對溢激水的地區加強安裝 其中日前因為強降雨造成山溝的水 淹禁五輪國中體育館和地下室造成損失 面對這次颱風來襲 市長謝國良在公務處長陳耀川 教育處代理處長楊貴傑 消防局長尤嘉義 跟警察局長翁群能的陪同下 特地到學校視察新型防水擋板的設置狀況 也強調市府各單位會積極做好 防災資源的調度 那目前我們各個學校還有各個區 一共 剛剛消防局長說 一共使用了300多片 接近400片 所以未來還有300片的一個庫存 假如各禮林有需要的話 那我們也會協助提供 那我自己也在南農路上一次的店家 在同一個群組 那我們南農路的店家有這個沙包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已經請仁愛區公所 請他們指定地址後 我們就會送達 那我們現在也盡量也是做到說 雖然我們在各禮的禮辦存有這些沙包 但是我有盡量協調區長 假如是我們的店家有需要的話 我們盡量送到他們比較方便的地方 這是以上包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風雨也逐漸增強 所以希望我們市民朋友 沒有事情的話 一定要待在家裡 不要隨便出門 要保護好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下面的面積比這邊大 所以這邊的壓力 會比較大 人家說這個會衝出去 不會 因為這個的壓力 這個水壓到這邊 這邊的水壓是這樣子的 所以它的壓力是往下壓 跟這邊的壓力 比起來這邊的壓力比較大 所以這個推不倒 不會推倒 而且它這邊還有一個一個可以扣住 這是中央置業我們的 這個叫做 正確的名稱叫做防水擋板 那整個是利用我們水壓的原理 來壓住整個防水擋板 讓它不會往後傾倒 那利用水壓來自重來擋水 這個整個擋水的高度 大概可以達到50公分左右 每個擋板的寬度大概是90公分 這是很感謝中央可以支援我們700片 來針對我們一煙水地區 第一次來使用這種防水擋板來防水 為了防範颱風伴水的雨量 可能帶來的災害 市府各單位積極運用防災資源 加強防臺工作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有一個危機 解釋一下 你們現在有個好處 比較巧 我們很気密的 一件沒問題 我們很想要注意到 一定要做 好夥風伴水前 像是部份 現在可以保存一下 好夥風伴水 那種旅行的 基本上他就是希望是真的是真人的回覆 我们真的就是24小时 都是专科护理师或者是医师 这个我想在资格上面 这个是我们给师傅的一个承诺这样子 守候务长辈健康 基隆佐宁导船 欢迎大家来到基隆 豆苗怎么了 突然停下来了 你好请问怎么了吗 不好意思 你们店里入口处都没有张贴精烟标示 有需要张贴吗 烟害防治法有规定 只要是在精烟场所入口处 都要张贴明显的精烟标示 没张贴会被罚1万元到5万元呢 还有啊 精烟场所里面不可以有东西被拿来当洗烟的器具 例如盘子 杯子 或垃圾桶都不可以哦 违规的一样会被罚1万元到5万元哦 可是像我们餐厅 有时候就是会有人在里面抽烟啊 那我也会被罚吗 在场所的员工或老板 有负责要劝阻吸烟者 没有阻止就代表你们默许他们在里面吸烟 我们知道了 谢谢你哦 我们马上去文具店购买精烟标示张贴 也会告知客人要遵守精烟规定 豆苗你很棒耶 有把卫生局教你的都记下来哦 嘿嘿 这是我最成功的一次 yes 25年前就是回来基隆创日了 所以我就把基隆的 比如说基隆的XO酱 基隆的小卷 然后很明昭的海藻 然后融入在这个饼干里面 乌精酥 杏仁瓦片 很想让这里可以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的好 工程人员忙着搬运新型的挡水板准备送往各区做好防台准备 仔细看这一片活动式的防洪板能够轻易组装 还能够随时移动 这个就是我们经济部水利署地质核酸分署 他们提供给我们市政府的那个新型防洪档榜 然后他主要是可以取代部分沙包的功能 那因为他的好处就是因为他装卸非常的简单 而且他非常的轻 就是其实他就是跟沙包的功能一样 只是他比较轻巧而且他比较便利 然后他是靠水压的方式 然后他主要是他组装很方便 他大概如果一个人的话也都可以来组装 大概一分钟就可以组了十几米 就可以免去说帮沙包很重 而且可能需要很多人一起来操作 上个月27号基隆下起大雨 无伦国中后山水量大 校园内的排水系统无法承受山沟涌出的水流 导致雨水流到体育馆损失残重 当天9月27号的时候呢 有发生短时强降雨的现象 那么本校这边的这个排水的这个沟举呢 的容量呢超出他的预期 导致于他整个水是冲出沟面 一路向前冲到活动中心 将台来袭五轮国中体育馆前堆起的沙包 作为第一道防线安乐区公所运用 第十河川分属提供的防汛挡板 安装在山沟的出水口 希望能够将雨水导致到水沟 包含体育馆跟我们地下室的情形 那这个也造成古人国中相当大的困扰 那我们来现场看了之后 我们大概会帮他做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在我们体育馆的门口 会做一道防线 防止水灌到我们体育馆跟我们体育馆的地下室 这大概第一道防线 那第二道防线的部分 我们也感谢经济部 第十河分属跟我们公务处 他们借了我们15块新型的挡水板 那我们再做一个挡流的方式 避免水流直接的灌到我们的体育馆的场所里面 那后续校方也已经要请厂商估价 然后就是要做那个挡墙 然后自己开那个明改来做后续的改善 那这边的经费我们教育馆会予以补助 那希望在不管是紧急作施 或者是永久改善之后 可以不要再发生 山陀尔台风来袭 五轮国中做好万全准备 希望能够将灾害降到最低 记者黄绍铭就用报道 医院传出火警 大批医护人员忙着将病床上患者 推进电梯移到安全地点 第一头消防队员挺进走廊 在能见督的空间 寻找起火点不水限灌旧 医院也赶紧疏散民众 事发地点就在3号中午 基隆长康医院13号顶楼机房 不知为何突然起火燃烧 浓烟弥漫家务病房和洗衬中心 还往下窜到12楼 锦销道厂一共疏散两层楼 总计126名病患和家属 当时仍在外头看灾的市长谢国良 第一时间也赶到医院了解火灾经过 因为13楼是有一些 在做Dialysis 但是洗身的病患 那批医院也表示说 这边需要洗身的病患 全数都会转到 秦南图院区来做这个洗身完成的这个动作 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本来想去火场先了解一下 不过这个我想让专业的消防人员来处理就好 至于说起火的原因 他们还在积极了解当中 那我请他们如果有这个了解清楚 我第一时间来跟长康医院说明一下 那他们这个党火隔板其实在长康医院是做的相当的 所以他们一区一区隔起来以后 现在这个其他楼层的危险性还是不高的 那现在我是按照消防局的说法 也已经得到了一个控制 所以我想做上次呢 只是就是让大家稍微比较惊吓到 对大家也不太不好意思 如果没有人发生伤亡还是一个不幸福的大事 目前消防员在他们协助他们的组织中 包括同楼层的洗身室也已经做了后续病人适当的安排 今天要洗的或者是可以适当时间再洗的都做了安排 同楼层其他的家务病房的病人也虽然目前 屏東东港安排医院同一时间财经传火警 酿成不幸伤亡 北台湾的基隆长康医院也传出火警 引发了外界高度关切 至于真正的起火原因 还有在火钓科调查厘清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确认都没温度了 现在都常温了 山陀尔台风来势汹汹 就外木山海边一阵阵浪花打来 暗巡弟兄来回站边巡逻 就怕有民众下水游泳 9月29号中午12点最近 由金融市政府惩罚处实施关闭 你们会在安基做柔性劝导 那是后续的入警或海警发布之后 实施管制局的话会强制的实施劝离 说实在外这个根本没有什么烂 对对对对 只是说因为政府有规定就对了 对啊 知道政府 知道 著名的大五轮沙滩已经封闭 岸边吸引不少民众前来观浪 台风来袭 1号上午金融地区艳阳高照 南龙路店家堆起了沙包 随时做好准备 不仅被妥沙包 连防水闸门都组装完成 之前被强江雨突袭 这一回遇上台风搅局 居民有时间提前准备 希望能够平安度过 听说这次的台风会更严重 所以我们都要提早一天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先把它都架好 下班前先把它架好 那以防凌晨的时候突然又下大雨 淹进来 然后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得及 把它断水挡住 镜头来到巴斗子鱼杠 渔船全都绑牢 希望能够挺过台风 强劲封势 而潮进公园出入口边坡 6月时曾发生山壁摊坊 公路总局已经派遣人员 24小时镇守就怕落实导致意外 防范风雨增强 希望民众都严正以待 沿岸更是不能掉以轻心 全力做好防台准备 记者 黄少民警报导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就会参加大碑殿 要参加大碑殿 两天赌尾 一窥三天赌尾 一窥三天赌尾 兩天赌尾 一窥三天赌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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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中国来移民到我们台湾 然后这样创业超过20年 其实非常诚恳实在在做生意 而且也懂得回馈社会 然后照顾我们的一些弱势民众 其实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跟他们有一起在共同参与 非常感动 确实把我们在台湾精神发挥得非常好 也很谢谢他们这样长期的对我们的支持 基隆有宝物猎人 艺术家找寻的宝石在哪里啊 源自台湾的古老染色艺术 究竟是什么呢 基隆为节目将用镜头 带领观众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味道 想要排便的人可以试着去 从自己跟生活周遭的地方去找寻一些感人的 或是有趣的故事来作为排便的开始 我觉得多关注生活 多关注社会 多关注你现在当下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欣赏一些社会角落 深善美去发掘故事 画面上是基隆第七届美丽基隆影片摄影创作比赛的论坛活动 在旧正兵派出所举行 特别邀请到知名导演马力群跟艺术家邓博人 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 并与主持人马湘瑩进行对谈 吸引许多对影像创作有兴趣的民众前来参加 活动现场基隆市政府综合发展处副处长陈文昭 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中家宽平基隆总经理李雨萍等贵宾 也立临现场 为论坛注入不同的观点 希望借由论坛的激荡来启发更多创作灵感 拍出基隆感动人心的故事 我们美丽基隆的这个活动是由我们市政府主办 然后由民众来共同参与 我们期盼能够透过民间人士的参与 将我们更多基隆的人文风情 还有城市风貌来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今天呢透过举办这一场论坛 我们邀请到影视 还有呢艺术界的相关人士 并且呢可以与我们学员 一对一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面谈 来来鼓励大家来进行这个创意的这个鸡蛋 我们期盼透过我们这个民间市民朋友的 这个镜头下的这个作品 来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基隆的风情 论坛活动现场参与民众也针对 如何融入人文情感 以及如何找寻灵感等问题 踊跃的提问互动交流 借由这次的论坛活动 期待激发参加者的创作热情与观察力 产制出更多基隆这片土地的好故事 BK里面如果可以去想的话 你可以想到怎么样在AK里面 BK变成是一个很好的空白画面 但AK也是一个很特写的一些 也许是能物特写的部分 来做一个搭配 大概是一个意思 我觉得BK要很贴切AK里面说的东西 内容很重要 如果BK跟AK完全没有连接的话 那就只是一个空景 它没有任何的故事 但是如果BK的空白画面 它刚好是很贴切的跟AK里面做一参与的话 那是非常加分的一个效果 与众不同 我觉得是重点 因为基隆饼大家都知道 山海都很美 港口也很美 但是我觉得基隆是移民之城 我觉得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有当初很早以前 有非常多移民进到基隆这个地方 所以把很多的文化都带来这里 去融合 或是融合转化成一个 很不一样属于台湾地方的文化 我觉得可以从这个地方左手 去寻找一些更深层更深层的基隆的故事 我觉得是未来或许在参加这个比赛里面 是或许可以发展的方向 有种海港 它有包容性接纳 就像刚刚马老师讲的移民这种文化 那我觉得基隆港 就每一艘船这样进来进来 不管你这艘船是怎样 进到渔港里面 它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生活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那种 开阔一个宽容性包容性 去看这个基隆市 那我觉得今天纪录的高中生活 相信你在大学跟出社会 生小孩以后再会 在高中时候的一些同学同才之间的发言的时候 你会很感动 所以对我也觉得 虚招教老师说的 今天你能够用手机去 随手可得的工具 去把当下的影像 拍下来也是追尘柜的 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很棒的 不管是或另外的影片 其实追尘柜都是那个历史影像 因为它永远不会再拍不到的 所以它的存在就是一个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 所以我觉得工具不是那么的 最起码你随手可得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说你一定能用现在 我那是4K 6K 8K 所以现在要把这个的影像 去拍下来当下 我觉得这本来不是一个重点 其实中家宽屏基隆 我们本身虽然是一个有限电视公司 也是个宽屏公司 但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认为我们是身为一个媒体 所以我们希望把媒体素养的概念放进来 因为现在手机 它很方便 自己每一个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工作者 但你在传播讯息的时候 如何是正确 不诈骗的行为 如何传递正确的讯息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当然除了大家运用手机拍照 或是摄影之外 也能够了解讯息的取得容易之后 我们要如何辨别讯息的真伪 这是我们最近一直自己在推动的 那当然你清楚之后 你也不容易受到诈骗 我想这是我们一直希望努力的方向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发现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7月1号开始有一个盆栽整洁的专案 我们将会用绿脚丫来代替行人需要进空的空间 让您可以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行人空间 请一起响应我们的绿脚丫来代替我们的盆栽 盆栽摆放药 不妨碍交通 不自身蚊虫 不自造脏乱 为了我们的干净家园 我们的盆栽要整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